欢迎光临大家来这儿 现在我就是在葡萄里面 嗯 哈喽 大家好 嗯 大家好 我是许恩 凯琳娜 小凯 小凯 我老婆一直说 我这里有四万亩葡萄 它到底有多少 今天我要带她来见见试面 我也看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来 找到了一些朋友 来帮我们拍一下 因为我的无人机 像素太低 上来不上去 技术也还好 对 所以我们专门找了一个朋友 帮我们拍一下 对 顺便让大家看一看 给我看一看 对 哦 发烟河里 你看 这是我们的葡萄产业园 修协园 发烟河里 发烟河里 这里是山西省 永济市青头镇 我们这里有四万亩葡萄 欢迎大家来采购吧 还是想让大家更了解到 我家乡有哪些水果 因为让大家看到 现在的农民 其实不像前面逃黄土 会朝天 那样每天的种些棉花呀 这样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丰富的经济作物 所以大家来看一看 来看一下 对 我从这儿开始 这是弟弟的朋友 我们特地约了弟弟的朋友 专业的 专业的 因为我们技术太赛了 因为我还是记得你上次拍的 现在表示没有卖地了 我是担心 无人机 蹦掉下去 又让草强找一找 草强主要是去天津去培训去了 所以不过两天他回来了 幸亏他不在 对 感谢朋友们 不要回来 去天使 对 对 对 主要是学习那个边线 看一下人家专业的 学习一下 后期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因为我拍的那个效果 降速确实太低了 其实我上船不行 天气特别特别棒 天那么蓝 对蓝天白云 虽然有点晒 但是很幸福 哇 真的很棒 对 哦 开始了 你可以 藏个镜头 很有意思 刚刚我拍了无人机拍我们的葡萄 让大家都知道知道 这里到底有多少葡萄 最单只能是看着无人机 来 欢迎来到葡萄产园 带你看看 我们这一块是一片的区域 冷库 然后完了之后在那里放 有很多客商就是提前预定好的 放在那里 然后走到新年的时候再卖 对不用担心会换了 因为就是在冷库 完全没有担心 我们 光知道就有十几家的冷库 嗯 因为 中国对 就是我们的乡镇 政府对于这里 所有的冷库有一些 怎么说 就是扶持力度很大 就比如说你做一个冷库 可能要几百万 但是它会给你更多的支持 到我家里来采摘葡萄 可以可以 也可以到我们乡镇来 这样更有感觉 对对对 什么自己摘自己吃 是的 欢迎光临大家来这儿 山西省云济市秦头镇 这儿有各种各样的水果 现在我就是在葡萄里面 嗯 这儿就是克伦生 欢迎光临大家 这里是克伦生红蹄 它现在是绿色的 和阳光玫瑰是另外的一个品种 这里是蹄子 大家请看 这里是已经开始包好了 我们除了有几千亩的阳光玫瑰之外 我们还有三万五千亩的克伦生 就是红蹄 所以也欢迎大家来大量采购 我会等着你们 嗯 葡萄会等着你们 我们在边上看 好吧 OK 当然我们也会等着你们 可以这么说 对 非不得点点点 这边边边 知道一条路 完了 过去直接到大陆 大陆完 我现在回来介绍了 好 知道近一些 好 拜拜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我也可以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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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